有许多的网友们都特别羡慕baby,因为他嫁给了一个特别优秀的男人。 大家也都知道,娱乐圈中黄晓明是出了名的丑老婆,不仅仅人长得帅,还特别的有钱。 听说当时追求洋影的时候也是花了重金的,迎娶洋影的时候就更厉害了,给他举办了一个特别隆重的婚礼。 当时还把娱乐圈里面的好多有名的明星都紧了过来,看起来也是让人着实的羡慕,但是有许多人,不知道,那是杨颖嫁给他也是有因素的。 据爆料黄晓明也是有很多锻炼情的,在学生时代的时候还喜欢他的同学赵薇,也跟赵薇表白了很多次,但是人家都一直没有同意,于是两人只能当了朋友。 然而秦兰也是黄晓明众多女友中的一个,秦兰最近一段时间也挺火的,因为参演了演喜攻略,让秦兰有一次的大火起来。 论演技,杨颖也是和秦兰差的不是一星斑点的,杨颖的演技大家是都知道的,只会干瞪眼,看了实在让人尴尬,对此恒与网友都说不知道黄晓明娶了杨颖会后悔吗? 提起黄晓明的女朋友,还有一个人必须说说,一下她就是李菲儿。 她和黄晓明同居了三年,但是黄妈妈似乎是不怎么喜欢她的,秦克自霸气会对她不适合我们家,到了后来李菲儿和黄晓明也分手了。 到现在也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,但是有很多的传闻,有网友说是黄晓明先喜欢上了杨颖所以才奋断。 据爆料李菲儿还求黄晓明不要分开,但是黄晓明也不为所动。 随后,李菲儿在上访谈节目的时候还谈到过黄晓明,说她是个很单纯善良的人,貌似也是在暗示背后有人,强迫她去分手。 但是黄晓明还是挺呵护杨颖的,她说是自己结束了恋情之后,才选择和杨颖在一块的。 还说了她俩的相识经历,娱乐圈本来也就挺小的,很多人都是通过上什么活动就认识了,她俩也是这样认识的。 而且黄晓明对杨颖特别有好感,于是就开始展开了追求,黄妈妈也是知道儿子和李菲儿在一起的这件事的。 而且她还回应过记者说,李菲儿挺好的,只是不适合我们家。 这七个字也是很霸气了,黄妈妈说儿子既然主动跟她分手,就证明,也是不想再耽误她。 而且支持儿子做的决定,不管怎么说现在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了,所以感情的问题想要她自己解决,黄妈妈也相信自己孩子的眼光。 后来baby就尚未成功了,黄妈妈也特别喜欢这个儿媳妇,甚至把她当作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看待。 如今现在杨颖给给黄家生下了个大胖小子,杨颖愿意给自己事业巅峰的时候牺牲自己的时间来给丈夫生孩子。 黄晓明也特别的感动,大家也都知道黄晓明是特别喜欢小孩子的。 她前段时间上访谈节目那时候还有一说,可能会再要一个。 现在的杨颖已经成为一位母亲了,但是看起来依然的漂亮。 但是上天给她的样貌估计也是她最后的本钱了,现在这个娱乐圈听得更多的是实力。 但是她除了美貌不知道还有什么了,未来的她的车水马龙的娱乐圈里还能走多远呢? 近日杨颖还给好友佟丽娅送上了生日祝福,这么看来她也是个比较暖心的人。 你们觉得黄晓明会后悔去了她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